催他生小孩 他说现在不想生 生了会后悔 他爸说 生孩子怎么会后悔 我们当年也是结婚了 马上生你 你开后悔了吗 儿子说 别催别催 再催我这位子都不生 他爸说 镊子啊 真后悔生了你这么个镊子 你看这不是后悔了吗 一方面是父母年纪大了 接着抱孙子想天伦之乐 一方面是当儿子的 有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成为生育工具 正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确实是让人头大的事 本来我头就够大了 现在又要变得更大了 一想到自己的头这么大 我真是头大呀 段子不够 这下来错 今天真是辛苦后期老师了 我从不上婚恋网站 他们总是按相同的兴趣 匹配对象 我可不要和像我 这么奇葩的人约会 你单身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所谓己所不虐无事于人 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 别人怎么可能会接受你呢 其实当一个男人谈恋爱以后 他真的会成熟稳重很多 真的 就像我 我真的就是成熟稳重的大名词 成熟 就是看上去嫌老 稳重 胖 成熟稳重 老 且胖 以后有人这么夸你 你们就千万别高兴 这不一定是好事啊 凡事都不能看表面 我朋友胖虎 最近回味到了单身的生活 他在寻求父母开导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给我娃娃说我单身了 我娃娃给我发了个银行的卡号 他们说 花不完的钱可以打这里 清电起码 鉴定完毕 都是单身 为什么我就存不出钱呢 也不知道说啥好啊 要不我把自己的卡号发给你吧 到这儿延熟的地方 来吧 让你来快点 回答 你们 你 都不信呀